娶老四 娶老四 夫人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夫君你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 不像 但是像在试探 当然也不是试探 也不能开玩笑啊 夫君你听我说 老四是我的亲妹妹 嫁给别人我不放心 只有嫁给您 这个嫁给谁都不可能放心 相对的 娶了谁也不可能放心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让人绝对放心的事 所以咱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都会掺杂一些感情因素的 那我跟老四有感情吗 没有吗 有吗 没有吗 有吗 没有吗 有 不对不对乱了乱了乱了 重来重来 夫君那天你还亲口跟我说 只有老四最懂你 我 我是他懂我归懂我 那算命的还懂我呢 两码事啊 老四 那你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姐夫 不 实话实说姐夫会生气 姐夫自然是极好的人 而且 别扰弯子 你就说你对你姐夫有没有 那种感觉 那种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会 心跳 那就是喜欢你姐夫了 夫人这个 好了 这个事情啊就这么说了 我去告诉傲女 夫人等一下我问你 说 你们俩在哪儿学的正话题啊 你 许老四 许老四 夫人 这事都不能开玩笑啊 你怎么跟傅君一个口吻呢 阿女 别哭了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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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夫人说的你都懂了 懂 真懂 真懂 那你怎么想的 结就结呗 反正我也不烦姐夫 那万一以后要是烦了呢 那也好扮演 到时候姐夫再一直修书把我给修了 反正你好说话 你都够潇洒了 二十一世纪都撑不下你 那 姐夫怎么想的呀 我 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和亲 亲上嫁亲也 也挺好 就是我总觉得 特别别扭 是 我也觉得特别扭 其实这事也好办 关键是咱们俩之间没有感情基础 得培养培养 要不然入洞房的时候多尴尬呀 谁要跟姐夫入洞房呀 你不是不反对嫁给我吗 不是 那也没必要入洞房呀 我坚决反对这枚亲事 二女 你库告没用啊 二女 你给我坐下 我让夫君曲老四对你有百利无遗憾 夫人 我知道我小 年轻 漂亮 爱撒娇 说干的 可是我不傻 夫君是家里的顶梁柱 在家中自然排第一 您掌管家里的大小事我就是第二 那我就是小三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您干嘛又找来一个小四啊 老四是个难得的人才 让他嫁给别人 那叫肥水流了外人田 对咱们家不利 夫人 现在咱家的钱已经多得几辈子都花不完了 咱家有夫君一个能人就够了 您何必再找来一个人与您争宠呢 说来说去 说到跟上了 还是争宠的问题 哪个女人不希望得到丈夫的疼爱啊 希望是希望 哦 可这生活是生活 我不管 我只知道 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 您忘了夫君大病以前是怎么对咱们的吗 现如今夫君转了性子 对咱们疼爱有加 又何必自己找这个罪受呢 二女啊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咱们三个人 论年轻漂亮 会哄夫君开心 我和老四都不如你 你又要怎么办 你又要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真没有想过 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看眼前 不管过了多久 老四始终没有你年轻漂亮 你也永远没有办法 帮助夫君打点外面的一切 那么属于你的这份恩情 老四抢不去 属于老四的那份信任 你也永远得不到 所以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也何必担心夫君不疼爱你呢 另外 你也大了 这每个月的月想 也该涨涨了 真的 夫人 等老四过了门 这月想的事情 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夫君 夫人 这门今日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呀 那 没有感情基础啊 夫君 想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 不也没有感情基础吗 那不还是嫁了吗 可是不一样 都一样 夫君 这娶妾的事情啊 有时候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 我这个做正访的呀 有一半的发言权 我娶妾 不听我得听谁的 那听王家的 娶老四为妾 一方面是为了王家家内家外的事务 一方面是为了让夫君 早日有个后人 这事呀 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 我和二女也有发言权 那二女怎么说 二女我已经告诉她了 她也同意 所以咱们家三口人 二对一通过 另外老四这边也没有意见 我没意见 反正嫁不嫁姐夫都嫌 就是不嫁外人 可是二女为什么会同意呢 申明大义呗 申明她大姨妈 她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 夫君 你就别再挣扎了 现在这大户人家 哪个不是娶个三妻四妾的呀 你娶少了让人笑话 可是我这 娶了跟没娶一样啊 这娶了妾 至少就少了在外面养外宅的机会 想当年夫君在外面养内外宅叫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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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了 娶 娶 娶 老四呢 快去嫁呗 好 你听说了吗 咱们四小姐要嫁给小侯爷了 二女儿子 四个月来就要四几百脸 嫁给小侯爷了 听说了吗 四小姐奉此成婚 真打谁的字 这还用说 肯定是王小侯爷的 早就看出来了 这货不是王小侯 紫豪这小子 有余套 要不 我跟人家闹个洞房 不得 紫豪兄既然没请咱子 他就是不想声张 我就不明白了 娶个七妹为什么不能声张 你此话差一点 来来 咱们喝酒 咱们摇助紫豪兄 洞房花竹叶 一击即中 好 好 我说 你觉得他们配吗 配 是配呀 还是配呀 都行 二女 二女 你不在啊 那算了我走了 我走了 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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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夫人掌上欧了呀 哎呀 伏军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呀 我抱我二夫人还怎么了 哎呀 我抱我二夫人还怎么了 去找你的三夫人吧 好 那我去了 夫君 我还是最喜欢帮我的二夫人了 我才不信呢 那是你啊 今天钱够不够用啊 当然不够用了 可我听说 夫人可是长了你的月想啊 可是还是不够 那要不然这样吧 你去账房支一百两银子 就说我要用 真的 但是不能告诉夫人啊 我真最好了 我绝对不告诉夫人 不行了 怎么不行了 这事要是让老四知道了 那肯定不干 老四最在乎钱了 凭什么呀 我才是二夫人 你看啊 老四如果进了咱们家的门 管账的肯定是他呀 就算你是二夫人以后用钱 也得通过他 但是老四呢 特别在乎钱 哪堆钱亲的比亲妈还亲呢 肯定不会给你 可是夫人说了 等三夫人进了门 我就不用担心月想的事了 对啊 没有月想了还担心什么月想啊 那可不行 夫君你不许娶三夫人 哎呀 可这些事都是夫人定的 我也做不了主啊 我去找夫人说 等等 坐下坐下 我倒是有办法了 真的 你确定是亲耳听的 是 前日按照公主吩咐 去给侯府送寒瓜 听侯府的下人们说的 日子都定好了 就在明日 好你个王子好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现在倒好 偷不到的小姨子 你都能给娶回家了 我走着瞧 找麻利点 说你们两个能玩呢 对 烧 烧饭 对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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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试啥工作 找你 找我 啊 出来 别偷了啊 还没正式过门呢 就腻上 原来就这样 我觉得挺正常 正常个屁啊 这说明原来就好不上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什么事啊 有事里面说得了呗 听说 老四 明天 你需要嫁过来 你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跟以前一样啊 那怎么能跟以前一样呢 你明天嫁过来 就是我的三夫人了 哎呀 不就变个称呼嘛 那不光是称呼 哎 你 你好狠的心啊 谁让你动手动脚的啊 以后你要是嫁给我 那还不是得天天动手动脚的 那天咱俩可说好了 嫁给姐夫没关系 但不能入洞房 哎 我再一次坚决反对这面亲事 我下决心了 老四 姐夫跟你说实话 姐夫不想娶你 不是因为别的 也就是 咱们俩还都不 哎呀 行行行行 那回头我跟我姐说一声 哎呀 等等等等 老四 你姐啊 在这个事情上 已经认了死脸 你跟她说也没用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一个办法 哎 来 来来来来 老哥哥 明天那是陈家四姑娘 过门的好日子 哎呦 这往后啊 小侯爷可有的忙喽 哎呀 你说这陈家四姑娘吧 虽说是女儿之神 但天生一父男儿秉性 也不知道咱小侯爷呀 是吃得住 吃不住 这我都不担心 虽然说四姑娘脾气秉性 爆裂了一些 但是对咱们小侯爷是 百依百顺啊 再加上四姑娘天生聪慧 是古怪精灵和小侯爷 正好投缘 哈哈哈哈 来了 来 喝酒吧 这是喜酒了啊 喜酒 喜酒 嗯 黄家列祖列宗在死 不要逼迫 黄家列祖列宗在死 不要逼迫 往旧去切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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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怎么醒了 父亲我做了一个噩梦 嗯 我说什么 好了 别跑 好 那我在这儿了 嗯 睡吧 睡吧 黄家列祖列宗在死 不要逼迫我消息切 来老四 让姐看看 真好看 哎 就那么回事呗 不就走个过场 你怎么了姐 我以为是个梦 什么梦啊 没事 其实昨天 我也做了个梦 酒席都背好了 回小侯爷 酒席都背好了 姐主 你确定这事除了咱们家人 没有人知道了吧 小侯爷放心 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小侯爷 小侯爷 啊 蓝灵公主驾到 啊 不知公主远道而来 有失眼淫 还请公主恕罪 紫豪太客气了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看看你 跟你家那两位夫人 不过看起来 头府今天有喜事啊 不知公主是 从哪儿看出来 因为我们府上有喜事 从子豪的脸上 公主 您真是料事如神 我们后府确实 今天要去一方妾室 这方妾室你也知道 而且矫情还不浅呢 孙子你是不是还有活儿没干完啊 无妨 说 就是陈家老四 那不是你的小姨子吗 子豪你真是厌福不浅啊 没有 哪有 我呀 本宫今天来 是为了内府向你家订了一批 九花玉露的事情 有一些账目的问题 要跟你商量商量 上次不是商量过了吗 借一步说话 切叔 一会儿打门别关了 开着 这是为何呀 这些喜喜 吉利 好 吉利 王子豪 你可真行啊 悄无声息地迎娶第三房 还是你的小姨子 这事不能怪我啊 这都是夫人安排的 还敢怪到你夫人头上 我看根本就是你色迷心窍 惦记完你夫人的丫鬟 又来惦记小姨子了 你可真是能人啊 兰兰 你看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不是那种色迷心窍的人啊 哦 子豪 你还真的提醒我了 当年你家有二美还不够 却又来招惹我 你还真的不是色迷心窍啊 呃 公主与众不同嘛 勾搭公主属于 为爱痴狂 夫君还真会说 来来 干嘛 又会叫夫君了 哎 你啊 本来我听闻你要迎娶老四 这心中气急 今天特意来你府上 就是为了给你倒上一乱的 没想到 见到你人之后 心中的气竟然消了大半 哎呀 公主嘛 出身皇室 气度非凡 别静说好听的 我这心中的气虽然消了大半 但是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今天不许和老四圆房 为什么 不许就是不许 很难办到吗 你只有这一个条件吗 不像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吗 好吧 我答应你 而且我答应你 不值经历 夫君为何答应你如此爽快 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色迷心窍 夫君今日那老四为妾可谓亲上加亲 本想大宴宾客 可国难刚指不亦张扬 所以只能 自家人一起吃顿便饭 来临公主虽是外人 但与王家也算熟络 请公主还不要见外 不见外 请王夫人放心 晚宫今天一定不见外 夫君 和老四喝个浇杯酒吧 喝完浇杯酒 老四就是你的三夫人了 哎呀不着急嘛 我都饿了 要不然大家先吃点东西吧 怎么不急呀 赶紧完事 哎呀 父君怎么不举杯呀 夫人 还是在等等吧 等什么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怎么了 回来了 全黑了 回来了 全黑了 你还打击小怪 你这还有一盏的吗 怎么还有一盏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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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 你看见什么了呀 列祖列宗 列祖列宗 我呢 列祖列宗 全来了 你说什么 不同意我们这门婚事 为什么呢 我跟老四 我们是两情相悦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呀 就是不同意 不行 我不可能听你们的 我们是自由恋爱 好功夫 往下看 老四 我现在就要跟你喝了这杯浇杯酒 喝了这杯浇杯酒 我们就是夫妻了 来 手 手 手 怎么了 夫妻 不行 我要喝浇杯酒 不行 你怎么了 喝浇杯酒 喝浇杯酒 不行 喝浇杯酒 你要带我去哪儿 去哪儿 不去 我也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你别叫了 我哪儿也不能去 我是一个奉行自由的人 我的罪名就是 我信我送我做主 敢爱敢恨不怕输 夫妻 我要喝浇杯酒 我要娶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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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娶妾呀 不要过来 一定要 你要喝你喝了这杯浇杯酒 你锁我的喉嚼我死 可能我也练过 夫妻 什么 除非有人反对这门情事 要不然 我死也不会取消了 我反对 我们不娶了不娶了 夫妻 我们不娶了啊 夫妻 我刚才这是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这只哥哥不是我的了 夫妻你没事吧 多谢夫妻 多谢夫妻救了我 幸好我及时了了这门婚事 乖乖乖 来 你先吃点饭吧 来 赶紧吃 赶紧吃 爱饿吗 爱她妈累了 你也没事了 没事啊 哎呀 你说咱俩这戏演的 你还演什么戏呢 你还演戏 回看咱呢 走回去喝酒去 走走走走 经理 你真的没有嫁给小侯爷吗 没有 那经理 怎么了 不会失落吗 这嫁不嫁就是个称呼的事 有什么好失落的 经理 你真是我大堂齐女子啊 不不不 我可不算 要说齐女子 上次震灾那会儿 我是真遇见一位 什么样的齐女子 快说说 这位齐女子 四姑娘 这是账本 四姑娘过目 胡帐方算的账 我再信不过 还能信谁 那今天就先这样 丈夫也先回去休息吧 四姑娘 我还得去丈夫看看 这么大笔钱粮 再让贼人惦记了 好 四姑娘 那老神告辞 行 丈夫慢走啊 刘成 有没有良心 这是赈灾的钱 我不是来偷你们赈灾的钱 那你来干嘛 数数钱够不够 让没让你们贪污了去 别拿我们侯府跟贪官污吏相比行吗 无身不经 无关不残 自古的道理 你有毛病吧 我跟你说了半天说不明白呢 你是不是有病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脑子上驴提了 就非得说我们家发国难财 你才甘心是吗 静 陈家四小姐 别急别急好好说 你们是放我名罪 身为一代名侠 我当然得调查清楚目标的名字 那你就不调查清楚了 我们侯府是不是奸商 这不是正在调查呢 好好查吧 别动 你要干什么 炸玩 给你好好查去 别动 等我查完了你再动 不动 你真的不准动啊 我真不动 终于完了 这下还我们侯府清白了吧 四小姐 恕在下冒昧还一仇 在下从今以后相信后不敬拜 告辞 小女 小女 真的是我大唐齐女子啊 巾国不让须眉 佩服 佩服 我倒是要看看你王子好时钟时间 四姑娘啊 今天咱收到粮食合计六千金 另有银钱合计四千贯 都收好了吧 都收好了 存放在后院仓库 就等着明儿朝廷派人来取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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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雪 你也别光擦那儿 擦擦别的地方 来了 说你们呢 你们也都听着点 今天会所休息就为了大扫除 都别偷懒啊 是 终于打扫完了 虽然累 但是越看越喜欢 还真是 经理 那个齐女子后来还有音讯吗 没了 不过那天我听二娘子说 真有一伙贼人惦记咱们那笔赈灾款 不过不知道被谁悄悄地就给打跑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侠女所为 是她 一定是她 真应该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大伙出来喝杯酒交个朋友呀 是啊 如果我能是她那样 大概多好 咱们三个呀 这辈子甭想了 哎 倩学 大伙都早点回去歇了吧 今天就这样了 好 是 废 两个废 是是是 娘娘 这次派出去的都是一等一的神通 结果那些神通还没有进到赈灾筹备处的院子 就全被一个黑衣人给料理了 既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怎么会被轻易料理 是真的 那黑衣人 随着何人 异议何位 废 一群废 是 是娘娘 我们都是废物 请娘娘恕罪 恕罪恕罪就知道恕罪 真忠心就说出个情死来 娘娘还是恕罪吧 还是娘娘恕罪吧 我问你们 这黑衣人又是何人 这 娘娘 都说是黑衣人了 就除了黑衣 别的都不清楚 是啊 是啊 滚 都滚出去 千询 千询 娘娘 最近王修和那帮同党 有什么消息 回娘娘 最近几人安生得很 没有什么消息 留意观察 下去吧 娘娘 还有什么要说 娘娘 我光王修及其众友 并无国二心 实乃忠厚之事 虽不与娘娘一派 但也绝不至于与娘娘对立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属敌呢 你再质疑我 属下不敢 属下只是为娘娘分忧 你说的也有道理 让我好好想想 下去吧 喏 差不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二 三 四 娘 姐过 姐 这丫头 怎么了 你说她的脑子里不过事吗 经过昨天那么一出事 她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呢 夫人 那你想让她怎么样呢 难道大家非得要弄得 脸上尴尬才好吗 夫君说的也是 一把节跳舞运动一般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越来越来越强 首先呢是无聊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 小蝶 小蝶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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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王修参见皇上 参见娘娘 小蝶 没外言 快起来坐 谢皇上 还有娘娘 朕有日子没见你了 怪想你呢 您还别说我也怪想您呢 这大唐能如此跟朕说话的 也唯有王修一人了 其实说实话 要换了别人我还真不敢 倒是跟皇上 他反而就不拘束了 不拘束好 拘束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 皇兄 怎么跟陛下反而不拘束 难道是陛下的威仪不够 是啊 子豪 难道是朕的威仪不够吗 这话哪说的呀 皇上乃是大唐天子 要是想让天下人畏惧 那易如反掌啊 但是要想让天下人不拘束 畅所欲言 那倒是难上加难 那只有让百姓认为陛下爱民如此 唯一而宽容之时 才能不拘束 进而畅所欲言 那我王修正是了解皇上爱民如此啊 所以你说 是吧 说得好 这自朕登基以来啊 能如此推心之复跟朕说话的 也只有自豪你了 来人 赐酒 谢谢公公 来 皇上 好久不见了 感情深一口闷 咱们这俩走一个 走一个 走一个 好酒啊 子豪 来 吃些东西 不过朕可有言在先 这些都是祭司贡品 贡品 昨日是小公主的祭日 正想借此以祭哀思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如今百姓食不果腹 所以 这些撤下来的贡品 留些能吃的 就继续食用了 皇上勤俭节 约身先士族 以身是法 子豪佩服 佩服啊 子豪就不必说这些客套话了 皇上 小公主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媚娘 为朕生下的第一个公主 可惜啊 没有满月 就夭折了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被亲娘给欺下 亲娘 我的亲娘啊 我这小公主 惨哪 这真是非来恒货呀 是啊 子豪 子豪 怎么知道小公主是遭了恒货 是啊 子豪 这事在宫中都绝超有人知道 你是如何得知小公主的死因呢 哎呀 皇上啊 这小公主的江城本来是我大唐的福分 没想到不足满月就夭折了 这 这是 这是我大唐的非来恒货呀 我作为大唐的子民深感 深感痛心啊 太惨了皇上 真的太惨了 别费上了 你这一说 哎 你这连震也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被亲娘给挤下 亲娘 去 找许静宗来 这样吧 咱们三个抓揪 谁抓着谁去 这二根短的 谁抓着这根短的咱们谁去 行吧 来 来 我拿着行 我拿着 我拿着 外面吵什么呢 快点把水给我拿起来 三个人一起去 走 哎 吴先生 这干嘛就大包小果了 小豪爷 老夫告老欢迎 年纪轻轻的还什么香啊 哎 钱叔 您 这是 小豪爷 恕老夫 再也不能伺候小豪爷了 啊 你 您也够了欢迎了啊 正式 不是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还组团欢迎了 不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小豪爷 哎 啊 我钱丢了 是不是你们拿的 二夫人 我们三个人是一起进去的 都互相看着呢 谁敢多拧钱啊 万一是你们三个一起拿的怎么办 二女 夫君 夫君 我钱丢了 怎么办啊 我拿的 你们三个 能威胁是吧 是 夫君 这 我拿的 你过来 夫君 那你要陪我啊 给你大爷陪 给我站住 怎么着 夫人不在家没人管你 你 你还要上天了是不是 啊 这人怎么了 快憋回去 丢了点钱 把全家所有的人还一个遍啊 就连 跟我们家几十年的钱管家胡帐帮你也不放过 你也不想想 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了 谁惦记你那撒瓜俩早 可是人家钱就是丢了嘛 没有人偷难道还见了鬼啊 那你也不能一杆子打死一串人啊 那你含了人家的心 到时候谁帮咱们做事啊 维稳 懂不懂什么叫维稳 日子还过不过了 夫君 那现在怎么办啊 把你那钱罐子那儿 你还放床上你 睡觉也得搂着是不是 把这钱都捡起来 数数 我都数过好几遍了 再数一遍 慢点儿 夫君 夫君 钱又回来了 钱又回来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 我说什么来着 终于明白了 夫君 原来你在外面修了签法啊 你给我屁股 修什么签法 你去坐下 我跟你说 你呀 爱吃糖 你是不是老是一边吃糖 一边数钱啊 是啊 你看 那吃糖吃得满嘴都是 然后那糖顺着嘴角就往下躺 都躺在钱罐子里边了 然后呢 画了之后 就把钱粘在罐子底下了 你再倒 当然就倒不出来了 那钱能不少吗 夫君 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夫君 你真聪明 好好好 别黏和别黏和 来 坐好了坐好了我跟你说 二女啊 你不想了 你也该长大了 以后遇见什么事情 先 先冷静的 先分析 然后再做决定 对不对 要不然你 这样 错怪了别人 好吗 值得了 夫君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事 就这么过去吧 张总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什么 那我去跟胡账房 钱管家他们道个歉 什么时候 都过一阵子吧 现在去 太多了 好吧 现在就去 陈许静踪拜见娘娘 许静踪 在 本宫要你去办一件事情 但凭娘娘吩咐 微臣万死不辞 不用你去死 不用你去死 这是让你上一份奏折 是 辽壇 真的 你 是的 我